当你在游戏中看到TOP开头的枪械时,可以放心地使用,因为这个代号代表了中国国产,从最早的TOP25称霸排位几个赛季,再到后来的TOP19,一款皮肤就引得各大厂商争相模仿,直至如今的TOP63,光看外观就知道,这是一位早已退役的老兵,但他却是中国最早的自动步枪。 时间不回到上世纪50年代末,中国大量装备仿制的苏式武器,并将这类武器统称为560,像我们熟悉的阿卡47,就是560冲锋枪,Banskins则是560半自动步枪。 另外,老玩家回血和新玩家简陋都推荐用一手游,价格实惠不说,还有账号包赔,非常放心。 而此时,我们刚刚结束抗美援朝,参考美军步兵大量装备的卡冰半自动步枪,我们急需一款既能保证射击精度,同时又能像冲锋枪那样连发射击,火力比半自动步枪更猛的新武器,最终实现步冲合一,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。 在这一设计理念上,中国第一把自动步枪,尽可能地保留了半自动步枪的特点,重点提高连发射击的精度。 六三式的服役时间,仅为15年,而后被全方面更优秀的八一式取代,都说老兵不死,只会逐渐凋零,曾经的昙花一现,在如今手游终于可以焕发第二春了。 都说新枪不会太弱,而且还是国产,大家觉得在射手步枪里面,TOP63的强度会排在第几呢?欢迎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。